1928年秋天 苏格兰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 结束两个礼拜的休假回到了实验室 这时他注意到 之前随手放置的细菌培养皿 不小心被黴菌感染了 有趣的是 黴菌周围竟然长不出任何细菌 弗莱明马上意识到 细菌可能被黴菌给杀死了 而这个意外就是著名药剂 盘尼西林被发现的过程 它强大的杀菌功能 从此开启了抗生素的新纪元 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 弗莱明意外发现的盘尼西林 拯救了无数的性命 但事实上 并非每个药学家都这么幸运 只要度个假回来就能发现新药 研究统计 新药开发动辄十年以上 而每种新药研发的成本 有时高达五十亿美金 为什么开发新药这么难呢 目前的药品开发 大多需要通过三大阶段的考验 第一阶段 药物探索 从小分子化合物 蛋白质药物或植物药中 找寻有机会治疗疾病的成分 进行基准研究与初步的筛选 此阶段犹如大海捞针 通常要耗费三到五年 才能找到适合的候选药物 第二阶段 临床前试验 为了安全起见 在进行人体试验之前 新药必须有更完备的测试 包括动物实验 让科学家了解潜在的毒性与副作用 同时研究药物如何被生物吸收与代谢 作为未来给药途径的参考 第三阶段 临床试验 在登记上市前最后也最漫长的一里路 此阶段将直接进行人体试验 共分为临床一到四期 每一期的受试人数都会倍增 让科学家分析药物安全 并找到最佳剂量 在临床第三期 也会进行严苛的双盲试验 在病患不知情的条件下 给予一半的病患服用新药 另一半则服用安慰剂或老药 来测试新药是否显著有效 从找出候选药物到登记上市 一百件新药开发案 只有十件左右能够过关 极低的成功率 让新药成为名符其实的高风险投资 而正因为耗时又烧钱 政府会保障研发新药的药厂 享有头几年的专利权 不过当专利权过期 其他药厂也能自行制造成分 剂量完全相同的学民药 跟原厂药相比 学民药不用负担前期研发的庞大成本 价格因此相对便宜 但只要通过政府的认证 基本上效用跟原厂药是没有差别的哦 难道没有方法可以让新药研发简单一点吗 有哦 现在透过大数据跟深度学习 电脑可以想象出数万种化合物的化学生物特性 大幅减少药物探索需要的时间 再加上生物样本库的累积 可以提升筛选效率 加速开发周期 未来 说不定真的度个假回来 电脑就帮你找到新药了哦